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专家的灵魂酱料之一 辣椒油 这是我们需要的所有材料 我会详细写在说明栏里 这里盐不是必须 如果你喜欢白芝麻的话 可以适当加一点 姜切厚片 洋葱切拌 再切成粗一点的丝 小火下入花椒和小桂香 不停地翻炒 炒到这种微微发黄 且有浓郁香气的时候 盛出来放凉 炒好是这个样子的 接着来炒辣椒 这个辣椒呢 我提前一边洗过去晾干 你要全身用小火 时不时地翻几下 你看这个辣椒表面被的油润发亮 这就说明辣椒炒好了 花椒和小桂香打粉 要打得细一点 先这样就行 辣椒粉 打成粗粉 打成这样增加口感 用中火 不等锅热 倒入800毫升植物油 直接加入香料 直接加入香料 葱 姜 洋葱 准备一个口径宽一点的碗 加入辣椒粉 花椒小茴香粉 花椒小茴香粉 充分搅匀 锅里的料炸成金黄色水来处 炸好的料用来炖鱼炖肉啊 风味都超级棒的 锅里的油温在180度左右的时候 先舀出两小杯 浇在辣椒上 然后搅匀 剩下的油呢 分三次裹在辣椒上 每颗一次都要充分搅匀 否则辣椒局部过热 非常容易糊 炖油 炖肉加入1小勺棉姜香醋 炖肉加入一小勺蒸姜香醋 加适量盐 红红的辣椒油飘香四溢 有了这个辣椒油 不管是拌面拌菜做蘸料 统统不在话下 做好的辣椒油放凉后放到瓶子里 最好等到第二天再吃 风味更好 吃饺子的时候放上一点辣油 饺子的整个风味都提升了 香拉富贝的味道刺激着你的味蕾 绝对的下半生气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先去享受我的美味啦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再给个赞咯 也请关注我的instagram和微博 拜拜